各位老同期,今天我們公屋有理想跟大家見面了 我們身邊有幾位公屋聯會的委員請自我介紹 由亮你開始 我是林玉華,都是委會 HERE 大家好 我是洪錦然 公屋聯會的副主席 我是王振傑 也是公屋聯會的委員 今天我們和大家聊天都是熱門話題 前兩天特首都有第一份施政報告 房屋都佔了比較大的篇幅 其中一個就是守治 守治這個計劃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討論 也有很多的看法 包括港人和港地等等的蓋藥 我都一直伸下來 想請教幾位 你們認為 你自己會不會先歡迎守治這個計劃 王振傑 開始 其實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 當然有政策推出是幫助市民上樓 我們一定是歡迎的 不會先拒絕的 因為這個先做計劃 之前我都問了附近一些朋友或者街坊的意見 對這個計劃有什麼看法呢 本來我的個案是他都是住私樓的 都屬於中產的這個範圍 他有一個很考慮的因素 他就說 守治是好的 但是那個入息的下限和上限 對於他的子女來講 有些困難 為什麼呢 他就說了另外一件事 可能題外話 就是說他現在的子女的收入 因為都不穩定 因為他不是做一些固定的政府工 那些商界 一時轉工的或者跳槽的話 其實人工就會不是那麼穩定 之前林鄭都在這件事都說過 對象欣賞是一些穩定收入的對象 他就說了一句 其實是否給公務員價 都不是給我們普通市民去申請價 因為如果我一轉工 其實我不穩定 我怎樣去承擔那個風險呢 他都說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無雙僅求 整個社會因為樓價這個問題 他都覺得有擔憂 但是他覺得既然有政策 都歡迎 但是會不會在定價那裡 或者在因為未出到那個實質的價錢 那裡都可能要再去商討一下 那就都會拭目以待 看這個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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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發表你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明明呢 就非常之貼近市民的想法 第一個是港人 第二個是首次治療 第三個是上車盤 其實過去無論是居屋也好 或者是樓市居也好 都是絕大多數是港人 和首次治療的上車盤 但是這次這個明明上面呢 可能是接近了我們的環議上面的要求 而這次也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你無論是陸置居也好 或者是居屋也好 絕大多數呢 我們牽涉的就是政府用地 但是這個這次首次的那個置業上車盤呢 其實牽涉的可能是私人用地 這方面比較多 不過過程之中呢 可能政府在地價或者補貼方面呢 他可能未來會做一些進一步的公佈 所以這次這個措施呢 其實我覺得 其實至於那個通肉呢 和以前那些 不過換了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呢 是非常吸引的一個名字 所以呢 內容上面呢 我覺得我們還需要再進一步去了解 和看回中來政府的公佈 好啦 阿Ken 你的看法如何 這個計劃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 就是好像阿Ken所說 是非常之貼我們香港人的需求 那麼 講人講地 是吧 那也是我們 首先這些年輕人 要有一個好的機會上到樓啊 也都可以給他們一個手指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津貼啊 各方面的東西 我不管他們是私人的用地也好 或者政府的用地也好 起碼可以幫助到我們香港人 去那個 有一個手指的機會 也都可以幫助到那些 較為年輕的朋友呢 可以盡快呢 上到樓 那這個是非常之好的計劃 不過呢 我也想回應啊 那剛剛提到那個問題 所謂 私人參與 或者私人土地參與這個呢 其實我們公佈聯會 這個土地發展上面 都提出出來的 大家都可能和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是 是多箭齊發的啊 那個棕地 填海 這個 這個 交野公園 邊垂地帶 還有一個私人發展的土地 都是應該 並舉呢 這樣對那個開發土地 可能會效果都比較好 其實今早上 林鄭都在電視上講了 這個 所謂的首置密地 第一在新界 第二呢 都是跟一些私人地產商 去協商 但是呢 可惜呢 其實是一個意向來的 意向來的 但具體的內容 譬如定家如何 這個售後的 轉售的條件如何 似乎都沒有一個具體的 當然 就可能安達神道呢 就是講了的 就是 在你的環頭 那些一千個先道計劃呢 就是給私人發展商去賣的 這個都是講的 因為未落取的 熊仔你覺得是怎樣的 我第一點 剛才剛才回應一下 Kenn所講的 就是那個是不是給年青人 其實如果按照政府 公佈這個定價範疇呢 其實 就是年青人會透過這個 港人首次置業上車本 去買樓呢 老實講 這個就似乎不是這個 首次這個計劃之下的 因為年青人剛剛出來做事的時候 他人工有多高呢 所以這個第一 我對這個講法呢 其實包括坊間 這些講法是給年青人 這個我覺得是有 有一個疑問 第二個呢 就是講到 就是關聯合謀 就是現在在那個安達神道那裡 其實那裡呢 暫時的滑界呢 就不是屬於觀塘區的 那個滑界呢 就是在安達神 我們現在有安達邨 安泰邨 在上面有一站 山頂 大陀山的石礦場那裡 那裡 暫時的滑界呢 是屬於叫做 之空關浩區的 所以南城的講法 是山頂地呢 還有中關浩 山頂東 是吧 都是山頂了 所以南城這個講法呢 是沒錯的 所以大家覺得 不要以為那裡 暫時屬於市區 但是呢 的確是很鄰近我們觀塘區的 而未來的交通等的影響呢 都在我們觀塘區的附近 那麼這一點我最擔心的呢 就是 它將來用哪個地 因為上面的規劃呢 是有 公園的用地 這裏附近 叫做現在的安泰邨 還有寶達邨這裏 另外一塊呢 是屬於私人的用地 是 那私人用地呢 我不知道它是否在私人用地這裏呢 就是將來它賣地的時候 再加上這1000個那個單位呢 而同時在這裏要考慮一點 因為 現時整個安達 即安達那個 那個附近呢 其實 未來按照它的規劃 將會住滿 7萬多人的 那麼所以這個交通負荷呢 我們最擔憂的 因為現在已經交通貸殺了 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不希望政府藉著這個教育 再提升到地積比的 熊仔啊 話就話就是 新界東 我跟你是近在子赤 加上交通問題呢 我想都相當困擾 所以呢 這個新的計劃 我們是食物以待 但是問題就是 剛才華女都提了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那個 定那個上限下限那個呢 事實上面呢 都是高於一般的 高於這個居屋的 申請限額的了 其實之前有些爭論的 之前有些說法 沒有說真的 就是 你既然是守置你那個 定的那個 那個上限 或者下限限 去哪個位呢 開頭有些 我們的同景呢 也都有一些希望呢 是放進去呢 給一些的 六字居啊 或者居屋 都可以去 有條件去申請 這樣就會合理一些的 不過這個的 到頭來結中 就不是啦 就放了上去那個 居屋的申請上限 加3% 那這個情況 這個現象呢 你怎麼看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 居屋的那個數量 不要減少 那如果這樣的話 變成就有六字居 有居屋 再加這個首次的一個上車盤 那這裡呢 就有三個台階 那如果它因為這樣 減少了公屋的話 老實說 我們公公連會都反對 這個情況 如果它不減少公屋的供應 而同時有上車盤的話 那就可以適合社會上面 不同沙入的需要的人士 我覺得這樣反而 都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也同意 吳敢元美國的看法 那就是說 作為一個梯階呢 就問題 首先就是 居屋 公屋 六字居 居屋 然後再來一個首次 這個梯階是比較不整 那當然呢 其實現在 據聞呢 它都是利用一個私人土地去發展 對那個公營房屋的影響呢 相對地不會太多 不過呢 帶開一點點說 六字居那個的增撥了之後呢 可能就會影響到公屋的供應 這個反而我們關節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跟大家聊 對 行